今年初 我接到一封來自臺中市一介聯盟的一封信 裡面寫了很多很多的建議 大家的建議也代表了對政府的期許 接下來還有很多的政策也需要大家的支持 過去這幾年在我們執政之後 政府推動長照 2.0 已經有初步的成果 讓長照體系更加完善 對於大家很關心的醫療事故的處理機制 我們已經透過立法來處理 現在的草案已經進入到立法院的審議 另外 關於勞動權益的問題 我們也要持續的跟醫界來討論 所有的修法工作 我們都會跟大家保持密切的聯繫 我希望跟各位醫師朋友一起努力 來建構一個更高品質的健康照護環境 最後這個機會 我要非常感謝臺中的醫界聯盟 為了維護臺灣人健康的人權付出的很多心力 尤其是在我們參加WHO的議題上 大家都跟政府並肩作戰 是非常重要的支持力量 我們臺中市的醫界聯盟就是政府跟醫界的橋樑 我們要請大家一起來集結醫界的力量 不論是國內制度的改革 或者是提高臺灣在國際醫療領域的參與 都希望我們共同來打拚 最後 我要祝福臺中市醫界聯盟的會晤真真日上 今天的會員大會圓滿成功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讓我請 你好 我請你 誰請你 感谢观看